二手市场气氛良好,有投资客体好大为发展前景,即460万元扣入汇桥开放式单位。 以作长线收租用途,为原业主一手买入,涉资485.5万元,持货于4年转手账面涉约25.5万元。 大为汇桥2018年涉本货美联物业陈国浩表示。 早前成交的大为汇桥开放式单位为汇桥2亿低层C097。 采开放式间隔,实用面积约252平方尺,代理称,原业主对后市持审慎态度。 早前叫价约480万元放售上纸,获投资者称来。 新买家认为,大为交通方便,有铁路优势,也有大型商场将会落成。 考虑到本港息口低企,留价商而,最终决定买入作投资用途。 据知,双方以价后,以460万元成交,折合实用尺价约18254元。 资料显示,原业主于2018年1月以约485.5万元扣入上纸。 现估出账面涉利约25.5万元。 与此同时,中原地产欧伟基表示,近日疫情放缓,大动交投。 沙田地保城本月6月一中成交。 新近六得五座高层B室。 单位建筑面积1063平方尺。 实用面积836平方尺。 三房年套房间隔。 最初开价约1,150万元。 以价后以1,130万元获承接。 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3,517元。 代理指,新买家为换楼客。 建单位间隔合用。 价钱合理。 即承接单位置用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05年以约445万元扣入单位。 持货约17年。 时次沽出单位获利约685万元离场。 单位期内升值约154。 香港置业林东营表示。 该行刚速成一宗旺角塘尾到英美大厦买卖成交。 同区客戚588万元扣入单位。 实用尺价约10889元。 上述售出单位为英美大厦高层B室。 实用面积约540平方尺。 向北向开洋景。 代理表示。 业主因移民急放。 以约650万元放售约2个月。 经以价后减价至以588万元割外。 实用尺价约10889元。 据悉。 新买客为投资客。 心仪单位附身装黄。 固体楼一次后即决定入市。 资料显示。 原业主于2019年5月以约490万元扣入上述单位。 时次转售账面赚约98万元。 物业升值约20%。 出现。 Biden连易账面也一人之一。 congregation。